国足渊阳,成世界杯期间最受伤球队这届球迷不懂球太不尊重 他们要说本届世界杯最受伤的球队非国足莫属了 为什么?因为当球迷看到日本足球和韩国足球 在世界杯这个舞台上表现优异时,就将深埋在内心的愤怒彻底爆发了 日本队可以小组出现,差点打进八强 而韩国队虽然小组出局,但拼搏到最后时刻,竟然将未免冠军德国队击败 为什么在中超联赛持续火爆了八年之后,得到的结果依旧是国足无援世界杯 更令人揪心的并非国足无法踢世界杯,而是通过努力了依然无法踢世界杯这个现状 国足本没有踢世界杯,却遭到了球迷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质疑和不屑 这是为什么呢?过去中国足球在经济实力上落后,所以没有大台教练和大台球星 而如今中超联赛的投资力度在全世界都排名前六 他们的教练和球星都是世界级了 即便是中甲联赛都有大台教练执教 李皮、斯科拉里、瓦加特、佩埃格里尼、卡纳瓦罗、务本索萨、内托、施蒂利克、施密特、伯拉斯等等都是名震江湖的金牌教练 而米克尔、奥古斯托、瓦斯切拉洛、浩克、奥斯卡、佩兰、塔尔德利等世界杯级明星都是盛名在外 国足的教练是李皮 国脚在中超的队友是世界球星 但是为什么国足的水平依然低下?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声明 国足成绩上不去 国脚肯定难逃其就 但是某些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真应该跟所有球迷道歉啊? 你是不是真应该被问责? 你长期以来都无能行径 就算不是犯罪,也是独职啊 很多国足球迷就看世界杯略愤怒 这种愤怒只能转会成为端子、嘲笑和讽刺 因为只有这个渠道 才能在社交媒体互联网上化解自己的愤怒 有很多体育圈大嘎评价球迷 认为中国足球上不去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足球界人士没有被尊重 哎呦呦,说这话的足球圈人士也真够要脸了 球踢得这么糟糕 球迷没有愤怒离场就不错了 评价两句还不行呢 也许是太过愤怒 中国球迷和网友通过段子 来总结国足长期的维米不正 看起来有些嘲讽异味 但是每一个人都来尽心尽气的来思考 球迷的段子 哪一句不是事实? 段子一,你们还要中国足球怎样? 八七已经不是四年前的八七 德国也不是昔日的德国 真正的足球强队应该是非常稳定的 放养国际足坛 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队 今天的中国队还是当年的中国队 纵观世界 没有一支球队 能像中国队如此稳定 不是每种牛奶都叫特伦苏 也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 中国足球队专注输球30年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我们不进球 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世界杯开始了 在长达八四年二十届世界杯的历史上 仅有三支国家队战胜过中国国家队 分别是巴西 土耳其 哥斯达黎家 即使是巴西这样的世界强队 也仅战胜过中国队一次 而中国队从未在世界杯点球大战中失利过 从来没有一支球队能够在世界杯上击败过中国队两次 而且中国队在世界杯上丢球处 远少于巴西和以防守建长的意大利 在过去八四年里 中国队只丢了九个球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段子二 不管我 别难我 我作为底心足 还是要申请加入国足 我现在的工资真是不够用的 听说国足队员都是年薪千万 我现在申请跳槽 加入国足 理由如下 一 我也能不赢球 二 我也不能带球突破对方球员 三 对方球员带球也能很轻松地把我换过 四 面对对方球门 我也设不进球 五 我也接不住队友传给我的球 六 我也不能把球准确地传给队友 七 在场上 我也会吃口香糖 八 在场上 我也敢骂台判 九 输了球 面对媒体我也会煽然泪下 过后又像没事人一样 十 晚上我也能经常泡忧 十一 输球了拿三百万奖金 我也能脸部红地收下这些钱 十二 输球了我也会发微博 指责骂我们的球迷 实在不行的话 我还可以当一名年薪百万的解说卷 因为我也能解说国家足球队的比赛 解说 反正就那么几句 一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二 中国队的形势非常严峻 三 今年的场地天气 对中国队产生了很大的阻碍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